全新一輯 波羅街高譚闊論伏黑版 主持鄭京漢、林毓華、潘啟迪 今天人齊了 人齊了,大班回來 今早早 我將香港熱門話題發給大家 鋪天蓋地,現在吹著 怎麼搞好夜市 怎麼搞 香港夜繽紛 這個已經自先張揚 第一 第二就是 之前大家都潑冷水 怎麼搞得到 由大達地夜市 還是大型的海賓 維港巨星會 還是商場 黑咖啡秀 對,營造商場開到11、13時 可以晚上開,還有電影、手影、電影、電影 跟政府站台 一起合作搞什麼 大家各自獻祭 獻祝 政府很容易 政府為什麼呢 他先搞了海賓 海賓那裡是很容易的 因為根本十月都已經有那些什麼 美酒 加咬巡禮 你知道政府最容易的 把同期間所有東西進了自己的數就行了 炒一碟 是的 那習役成球 所以變成他將那些在政府已經預備做的那些 難道石頭爆出來嗎 就是預備做的那些入了數 入了數之後就主要在海賓那裡做了 其他的就在各區各自各發展 大致上是這樣 不過這條圖叫做香港夜繽紛 一出的時候 那些人就已經彈了名字了 他說夜繽紛 是什麼繽紛 智障繽紛 智障人士也好 智障巧也好 智障什麼什麼 有一個叫夜繽紛 那個繽紛 他說夜繽紛 就是我們說不通的字 另外英文叫Hello Hong Kong 本來有說 現在叫Good Night Hong Kong 中文也是早晃 叫早晃 早晃香港 Good Night 很好笑 Good Night就是早晃 好東西 如果直譯 如果直譯就是早晃香港 但問題是 問題是 就是要說一下根本 你想一些東西出來 要想一下根本在哪裡才來 你現在的問題就只是想一個結果 就沒有想到 怎樣走到結果那裡 那個process是怎樣 沒有想的 但是你說搞夜市 我想買一樣東西 就是叫人家買不在家出街了 那明天要不要上班 是不是應該叫全香港的資本家 反正現在開了一聲 全部跪下的 所有人上班 等遲一個小時 那就要打卡 台灣 你不是打卡 怎樣打卡 就是你要在地址站 那時候我記得 八達通不是可以打卡的 你每晚12點回家的那些 就按一按 就當正常11點睡覺 你如果12點回家 你本來回8點就變回9點 你一點回家 就變回10點 那行不行 那可能就更好過你走去 說不用錢拍車 叫人家去商場開夜一點 你想想根本 第一要不要上班 第二什麼叫夜市 那你說香港 我們這個節目說 哎三條老爺加上二百歲 二百多歲 說一下以前的發展 那為什麼香港的時候有夜市 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因為那些人家裡小 沒有東西做 沒有冷氣 有些連風扇都沒有 開著一扇 就這樣撥 那就出街 乘涼了 第二件事就是 我以前小時候 在八路會戲院 門口坐在那兒踩單車 踩三輪車 你知道八路會戲院在哪裡嗎 旺哥 不是你們現在在八路會戲院 尼敦道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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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有廣場 每個人只有椅子 三五成群 女人一堆 就在那兒撥線 小孩子就在那兒玩 這樣就出街 接著去到晚上 天黑了 夠夜了 涼了 就回家睡覺了 喂 現在 家裡又舒服了 大部分人住豪宅 所謂香港式豪宅 要隔壺 第二件事 有電視看 以前我們只是聽收音機 而只收音機都沒有 是很大部的 德魏豐巾 那些要真空管 彈工 膽機 沒錯真空管 有部抗石 收音機很厲害 收音機 收得不清 那時也只有香港電台 你想想 為何會有夜市 就是因為香港的環境 好了 說回夜市 說回我的年代 即是六十年代 五十年代 我還是小時候 六十年代 我問你們 九龍在哪個夜市 你不是說得出 那些官員是否說得出 不是苗街嗎 說得就是宇佳的 苗街還有一個是誰 答不了 南昌街 我們住新界 即是深水埗 南昌街是一個夜市 在陣燈中間 苗街是一個夜市 香港就是大大地 大大地就是統一碼頭 外面是新田地 營社的夜市 那時候九龍歸九龍 香港歸香港 過了十二點 就沒有船搭 搭娃娃娃的 那什麼夜市 那什麼窮人 那什麼叫做 什麼特勢 窮人叫什麼夜總會 平民夜總會 平民夜總會 是的 去到那裡有歌廳 有人賣帽子 有人賣藥 應有盡有 是一個商場 接著吃東西 隨街 大大地我們少去 我們住九龍 廟街也去過 廟街有什麼看 就問你們 唱大戲 有沒有去過可以記錄 我曾經在那裡 舊陣時 我在新界移住 小的時候 當然沒有去過 但是出來市區住之後 當然有去過 旁邊我自從開車之後 更加常常在那裡拍車 現在的廟街已經拆掉了 你 Kate 多少年代 我現在說70年代 我離開了香港 我現在說60年代 有沒有去過你倆 60年代 我沒有 我是70年代 即是你俗學的時候 你又沒有去過 我去過 有幾樣東西 年輕人 就有年輕人 年輕人 大人 說是大人 廟街 你沒有去過 可能很多人都去過 如果我這個年紀 第一 學生在那裡做什麼 就做 做校服 做飛仔褲 是 飛鞭 喇叭褲 做什麼褲 做襯衫 有裁縫 然後有個貓王 你們沒見過貓王 見過什麼 沒見過 貓王賣啤 貓王賣啤 發褲 不是 發羽 發羽 新鮮的東西 整個頭 發羽就丟在頭上 把貓王的頭出來 年輕人 他扮靈就去那裡 大人就在 古靈精怪買 你說春藥也有 這個陽眼圈也有 鼻孔也有 喂 又有醫生 射藥也有 脫下的也有 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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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 唱大戲 又有 直接包羅萬鈕 然後追過人 我們最喜歡的就是去吃 沒錢吃的 看人吃的 炒蜆 撕嵌 擺到整桌 一張長桌 就蹲在街上吃這些東西 除了吃的也有 包羅萬鈕 你說日常需要做衣服也有 看醫生也有 你說不出的東西也有 好 有人說 賣帽 這樣才是個夜市 後來廟街 再後期我回港 就變成女人街 穿上翻板 穿上這個 這個沒有排貨 好 好了 南昌街 又差不多 不過規模比較小 廟街 還有一件事 有個人拿了打磨機 好像幫你磨好個錶 你有沒有試過 沒有 我沒見過 南昌街 即是 你什麼都有 那你就營成了夜市 那些人根本晚上沒有地方 窮人 那你就要去平民夜總會 就在街邊吃河門落 那就燒磨一天 那又賣舊東西 最多什麼賣呢 唱片 翻板碟 比如說最喜歡的那些 翻板碟的樣子 五顏綠色 對 青色有 紅色有 藍色有 全部翻板碟 全部都賣 是 是 那又賣了 就是你想到的東西 廟街都可以賣 但是對窮人來說 你放了工 那時候的人 喂 沒什麼假放 現在沒什麼娛樂 收工就去廟街逛逛 第一就是沒有地方睡 一家拆好一張床 是真的睡覺 你平時就出街了 那廟街有麻雀館 雞記最出名 現在招牌放進博物館 另外最出名的就是公和堂 公和堂那時候 記住了 我們那時候 資本雜誌做過的專題 就是數一下 一天有拜紀錄盤 龜靈糕 他就在吳曹街 那為什麼人這麼喜歡吃龜靈糕 那廟街大家都知道什麼 有很多人站在街 很多成功作者 那有些人就領了東西 就說龜靈糕去讀 派讀 派讀 然後還有蛇王 有賣蛇 如果抽風起有蛇賣 就看別人劏蛇 那廟街什麼都有 這些就叫平民夜宗會 這些就叫夜生活 搞得好東西 那些人租什麼呢 大光燈 所有的檔口 你有沒有叫做大光燈 有 我們新界用的 很考功夫 每個檔口 每個檔口都租大光燈 他們全部租 當然那些是有組織的 有勢力的 等於是分享他們的入息 那些人沒有牌的 但是有個地下秩序 每個檔口都不能霸人 那廟街有個地下秩序 又沒有人發牌 是吧 那最重要是 沒有人去蓋檔 我們小時候 在街市 經常有人去抓小販 但是你要廟街 又要抓人的 那這件事 當年政府的政策就是 三不管 夜生活 還是有探長看著 那當然有人看 旁邊有個油麻地的警察 沒錯 地下秩序 地下秩序 當然有地下規矩 但是一個問題就是 你沒有人去抓人 不是好像現在說 經濟不好 你無端的走去 不如我們也去過 這個 觀塘 九龍灣 那樂壇大廈 觀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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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是去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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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是去吃屎 真是 狠狠 一邊就去掃人吃屎 一邊就去搞夜店 那你搞夜生活 你商場開夜一點 我問你了 太古廣場開夜一點 APM開夜一點 APM其實經常都開這麼晚 不收錢拍車 那我會去的 你去到還是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又是見眼見口 大家都熟了 那都是連鎖店 連鎖店 又是賣佐丹奴 又是賣博鮮 又是賣牛 那為什麼我白天不去 晚上去 他們有什麼看 有什麼做 所以就做手影 APM就是提議 當夜生活 除了這件事之外 去到八十年代 我回來回香港 我最流行就是看夜場 有什麼手影 你有午夜場 怎麼看 現在就要看多久也沒有人看 不是 他戲院就一定會做午夜場 現在起碼都試 不過 挺難搞的 APM就搞了 就是上個星期 就開到十一點 不知道有多少晚 但是網友拍了一些照片 就水淨鵝飛 就完全沒有人的 那個場就 所以變成要很大的氣力 要很多新東西 要很多利誘 這件事是改變不了的 你除非這件事 叫Rewise 消禁 什麼叫Rewise 消禁 晚上11點前或12點前不出人回家 所有地址都停了 很多人的憲計 有些都挺好的 第一他說現在的隧道都按時收費 幾點之後就收便宜一些 晚上就一收快20元 他就說如果你想鼓勵消費 你就不收 你10點之後全部的隧道都不收 第二 不收那些人就出街了 你沒有個有因 不會為了省那幾十元隧道費 第二件事就是你已經說了 遲些上班 第二天 每個都要回10點11點 他說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因為某議員提議 要跟孫女去蘭桂坊劈酒 就是有人說 叫學生回10點 如果真的 如果真的找一個孫女去蘭桂坊劈酒 每晚都去 就一定有很多狂風浪碟 走去黏在那裡 無端端 找犧牲了孫女 分分鐘被騙了 不要拒絕 有誰想那些弟弟那半夜 還有蘭桂坊劈酒 先說什麼 先說歷史 那時候真是因為窮 那些人在家裡不舒服 一定要出街 有錢的人有什麼夜生活呢 當年有錢的人有什麼夜總會最多 你知道嗎 條尼敦堂有多少間夜總會 由尖沙仔組隊 左燈堂有 數到差不多 數到深淵堡 數到大高度 夜總會還有一些歌廳 有夜總會 有歌廳 有舞廳 酒吧 還有啟大遊樂場 這些就叫夜市 到了八十年代 就有大富豪中國城那些 尖東出現 你真是想一件事出來 你要想想怎樣吸引人出來 還有有什麼原因出來 你現在這樣沒有 現在老實說家裡 第一 以前的人就沒有這麼 沒有為了一層樓 這麼拼命的供樓 租樓供樓去了大半入息 以前的人就算買了樓 供樓也是佔你入息的一小部分 還有一些消費力 你現在第一件事要提高香港人的消費力 就不是說夜不夜生活 錢不一定要晚上花的 你想賺人的錢人頭都可以賺 但最重要是人家的荷包有沒有錢 第二件事沒有什麼氣氛 為什麼當年有這樣的氣氛 當年沒有電視看 出街有東西看 平平夜中會什麼都可以看 你現在家裡有電視看 現在電視都不看 我拉大把東西看 拿著手機 就消磨一晚了 以前我們連電視都沒有 只是只有香港電台 接著有一個六川電台 所有業電台 這個都是之後 之前就只有一個麗的呼聲 加香港電台 就是這樣而已 那你有什麼娛樂 所以不就出現麗的影聲了 你看看社會的演變 究竟一些人是否還可以恢復以前的夜生活 很多人就懷緬過去了 為什麼八十年當時的夜生活 好像尖東 哇 那時的 這個中國城 大富豪 接著那些食肆 尖東的食肆 做了一間什麼 葉志明那間叫什麼 南海漁村 北海漁村 北海漁村 當然是四季火 對 那時我們在電視台做 收工之後經常去宵夜 真的 你有沒有 首先你要形成社會的氣氛 第一 第二 有沒有這樣的經濟有因 為什麼那時 大富豪 周岳城 尖東 那些那麼旺 當然涉及色情的事 當然 有砸骨 有洗澡 對嗎 不是 還有一件事 最重要是 那時全部是公數 記者最清楚 你做廣告公司 你那時應酬那些客人 還有那時香港 每個人都做China Trade 那時花鬼路是來香港 然後就找一間皮包公司China Trade 搏腳進去大陸訂貨 那時就要帶客人去消遣 廣告公司就要應酬那些客人 唱片公司又要應酬那些 尤其是電台的高速 那時有很多原因 還沒有ICAC之前更加瘋狂 有了ICAC之後 變相貪污 就是怎樣 就是招呼人們吃喝玩樂 那樣東西就最好了 是的 這個是最大的動力 其實你們說了那麼久 有一道地方 你有留意到那些夜市 第一就是窮人為主 第二就是 你有沒有提到香港 香港永遠都是想起大大地 其實香港另外一個很大的夜市 在哪裏呢 就是銅鑼灣 銅鑼灣 就是諾克道 渣菲道 哇 晚上又是人山人海 為什麼呢 多食肆 不要計算其他那些 廟街那些 就是有色情舍 什麼都有 就是斷了 是的 銅鑼灣 就是七八九十年代 都是旺到不得了的 第一 那些記者 老篇 放了工 就去銅鑼灣 打破 還有那時候避風堂 是的 你說漏了東西 就是那時候你想想 避風堂 你叫八十年代 我們幾個人 我也跟你去過避風堂 有風味的 一駕駛過 一駕駛過 這個 這個 Excelsear那裏 幾十個人 追著你的車 叫你去包艇 是的 那時候包艇也幾百元 然後下船之後 又吃東西 又點歌 又聽歌 船艇 喂 那你想想 我們真的搞旺的夜市 其實商場是最沒意思的 除非有表演 你說現在最厲害的 那些又Maila又Ella 那些不會去的 現在是那些年輕人叫Busking Busking 那些不是消費 那些是粉絲 就是聚集的 那你怎樣 其實為了夜市 夜市為甚麼 其實是想搞歌舞升平 又搞甚麼 促進經濟 這真是老鼠未刪創 你出了甚麼消費 他在商場買的座單楼 那當然是 衣食住行 所有的東西都這個 不過你說幾件事 第一 商場從來都不開東西 因為管理費用是非常貴的 那些冷氣費很貴的 第二件事就是 白天都買了 晚上還要去買東西 都是那些東西 是吧 第三件事就是 你要搞新東西的話 商場也不適合 因為他如果跟你搞 他事先有多少安排 安排 又要說安全 所以無論 更加最重要的是 甚麼人會出街呢 現在已經沒有動力去出街了 每個人在晚上拿著手機 拿著看電視 甚麼都 有很多節目 自己的 所以搞來搞去都不能搞 而且整個 就是 氛圍又不好 沒有氣氛 所以如果是負面那裡 就完全都不合格 完全都做不到甚麼出來的了 但是你說有沒有 就是 這個 起碼 控動一下 就真的我覺得 如果真的只是搞些甚麼 Hello Hong Kong那些東西 不過是晚上搞 那就真是浪費 我有個招呼 其實真的問一下高官 或者那些 20元張好 現在給了40元 40元張好 他們晚上去哪裡 不如問問他們 你房間禮拜三 又去馬場 那裡已經是夜市 如果你說經濟 就是一年前過百億的投注額 喂 你如果真的要搞 就在匯錢 現在你知道樓市 這麼嚴重 很多二手樓 賣來賣都沒有人買的 怎樣?抽獎嗎 對 是不是抽獎 我告訴你不是 全香港人 每個人都想脫身 賣一層樓 走路也好 什麼都好 玩回去 去大灣區 愛國的當然去大灣區 那些不愛國的 不是去做 事實公民 賣一層樓 現在最近做過 說甚麼 七成香港人 不是我做的 又不是D100做的 是一些愛國愛港的報紙做的 做了一個 說有七成人想移民 但是信任他也好 不信任他也好 那怎樣問的人 為何還不移民呢 有兩大原因 第一 就賣不到層樓 第二就是有老人家 老人家不肯移民 那不移民就可以了 其他其他因素 就可能沒有工人 沒有司機 那些不要說了 好了 那既然這麼多人想賣樓 我給你一個招數 搞一個叫二手樓博覽會 把全香港二手樓 樓盤全部 在回錢中心擺出來 但這樣也沒有人去的 每晚抽獎 拿一層樓出來 有問雞 抽獎 一百元入場 都有人製的 你那張入場券 就用來抽獎了 當晚 今晚拿出來的這層樓 就是太古城 海天閣 多少樓多少座 一般抽中了的時候 拿走 我擔心 第一 賣樓的人很開心 慢慢在那裡拍賣樓 第二又有得抽獎 你說起碼轟動一下 看看有什麼便宜樓買 地產代理多得你不少 譬如說每一個村 在泰古城的攤位 那你就放在那裡 去到泰古城 入到他的攤位 哇 泰古城有100個攤位 大家就給一下價格 然後競價 不是拍高就拍低 先叫100 有人給90 我最擅長這件事 90便要 沒有人要80 沒有人要80 沒有70 肯定有人成 荷蘭拍賣 有氣氛 那你聽一下 那是不是值得給我大紙巾 就算是誰呢 這叫荷蘭拍賣 是不是比給20元一張好 那你也有一些巨頭 起碼有東西吸引人出來 再看看買樓也過癮 然後有食物當然是 順便放食肆在旁邊 取消什麼都好 食肆又有浪費力做 每個都放當東西 然後這邊又拍賣 然後每天有一層樓出來抽 有什麼所謂?為什麼不行? 誰先看數? 不用看數的? 你賣樓抽到佣金,不是拿層樓 那些層樓是個價值,你可以收入長券 一百元很多人去,不是開玩笑 有一萬人去一百萬 其他就大家想怎樣分錢 這些政府想好,不用我想 要我再想,大紙巾都不夠 要拿回特首 如果政府肯給他做 我想蕭穎青都爭取他做 因為他的地產公司都收了一百元 第二件事可以做,做完樓後這個月 下個月就不賣車 每晚拿一輛弗拉尼出來 不用弗拉尼,拿一輛特斯拉就可以了 下一回就賣首飾 總之賣家當 總之每個人有什麼想散水 想賣東西就拿出來賣 這個叫博覽會 這個真是Goodbye Hong Kong 又適合了 Goodbye Hong Kong 是叫Goodbye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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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Kater是廣告人 我馬上又沒罪 本來我轉錯字 Goodbye Hong Kong Goodbye Hong Kong Goodbye Hong Kong 這個什麼,Megastore 一元一元的Hi-Fi 幾乎二萬多人排隊 在陶羅湾 記得嗎 記得,由帶頭排到排街尾 你不用說一元了 你真的不用去到那個 extent 太古城拿一層樓出來 不用一元的 一百萬 每晚一層樓是一百萬的 躲在一眼你也買的 OK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連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